現在是早上大概九點鐘 你會看到太陽蒸發到日內瓦湖的湖水 有個霧氣升上來 令它後面的湖光山色有一個朦朧的感覺 然後再配合一道這麼漂亮的建築 一個這麼漂亮的景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完美的狀態 在酒店裡送的Travel Pass 你可以免費坐的交通工具 這就是Jet Fountain 近一個點你會感覺到水噴在你的臉上 後面這個是日內瓦噴泉 它是全世界最高的噴泉 之所以要放在這裡 就是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瑞士就包圍著能源的輸入 所以就沒有這個燃料的供應 所以瑞士就推行了水力發電 它採用了自己的天然資源 就是由阿易碧斯山上衝下來的泉水和河水 它就成為了歐洲第一個用水力發電的國家 但它儲存的水壓沒有辦法排出來 所以它就用了一個很藝術的方式去解決 沒錯 就是這個日內瓦噴泉 它將發電廠裡面的水壓一次過釋放出來 就做到一個很震撼的效果 同時又很實用 在日內瓦古城牆的邊緒 有一個當地人很喜歡它的公園 裡面有日內瓦大學和宗教改革場等等的景點 在16世紀的時候 當時的教會非常之腐敗 養了一群特權階層 那群神職人員有權霸佔土地 然後去收取關稅 亦都可以起釀酒廠去賺錢 當時的瑪丁路德 他自學成材 看完原先拉丁文的聖經之後就發現 原來裡面從來都沒有提過神職人員擁有特權 也都從來沒有提過我們可以買贖罪券 原來這一切是後人的貪念 所以他們就要決定進行改革 拋除了舊教 羅馬天主教的構築 但同時保持著他們對耶穌的信仰 所以就成為了今天的基督新教 在上面看見到這幾個標誌嗎 這個是白燕尼 後面這個是日內瓦 其實就是當時發生宗教改革的幾個地方 既然宗教改革這麼自由 它容許你不是用一個由上而下的結構 而是各自進行改革的話 你就無需要再被舊有的規條 或者組織結構限制著你的思想 因此就百花齊放 有點像以前的戰國時代 有不同的中派 然後就各自找自己政治勢力 去做自己的buy-in 例如 斯文尼 慈雲尼 他以蘇尼西為基地 宣揚他的慈雲中 至於日內瓦就是Calvinism 加爾文 日內瓦作為基地 宣揚加爾文中駕 然後前面這個位置 就是他們當地人休閒的地方 一個一個在下棋 然後再往前走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涼亭 裡面有餐廳 不過我跟瑞士一樣 低調得來奢華 奢華得來很貴 日內是瑞士的法語區 當然要示範一些法國菜 這隻河里餅就是法國的特色 再配上樽紙醬 你正在拍攝我嗎 不,拍攝食物 只有食物 只有食物 我希望這樣 否則你會付我100元 真的嗎? 你真漂亮 對 好香啊 這隻河里餐廳是法國菜 是法國菜 是法國菜 去旅行最開心的就是講人家的語言 我們跟他爹熟了之後 他送了一份給你 因為他很感激 在一個月之內可以學到法文 跟他溝通 我問了很多東西 問了他究竟是瑞士的芝士 還是意大利的芝士 原來是意大利的芝士 不過沒所謂 他有拉丁語區的在瑞士 所以都算是不合理 這個擺明是法國菜 不過快送的那份就沒有加津紙醬 可以試好兩個口感 甜的版本和鹹的版本 這間呢 免得引誘大家 我先吃 然後在中教改革場的正對面 就是由加爾文一手創立的日拿大學 日拿大學是加爾文的另一學得證 當時他覺得 加爾文是可以改變人的思想 所以他就結入了這個學院 Empower 他們的人民 讓他們沒有容易被教會洗腦 當時的年代 你要證明原來神 不是一切的主宰 注入維物主義的想法 這些都是邏輯的推論 所以智學也在日後推行了 宗教改革成功的基礎 在一兩下搭交通工具 也非常容易避免的 你看這個這麼漂亮的電車車廂 還有外面這麼漂亮的景色 其實全部都是免費的 只要你憑住酒店的住宿證 你就可以換取一張在你逗留期間 任何日子都可以使用的交通卡 你搭所有當地的交通工具都可以免費 瑞士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你看這輛車的人口比例 你就分析得到 黑色頭髮那些是拉丁 白色頭髮那些是日夜晚 至於多鬍鬚那些是法國 我們來到日內雅總站 這個火車站的位置非常好 一出來已經看完瑞士三個雨區的文化了 火車站右邊就是一個很典型 發色諾河風格的建築物 看到後面這隻木屋 還有它用晶片組成的屋頂 你就知道它是代表亞爾比斯山的特雨區 至於火車站正前方的油正總局 就是典型的拉丁風格 它由於意大利很常用的新古典主義建築 粗糙的石牆磨砂 就是模仿古羅馬為止被需侵蝕的感覺 而它的天花線就是參考了 類似右邊這幅意大利神殿屋頂的pattern 不過真正的神殿在門尾上 上面會刻畫神話人物或皇帝的名字去歌種它們 但由於油谷的主要作用是寄信給不同的國家 所以它的沒彌陷刻了不同的國家的名字 有德馬克、有斯威斯、有阿拉曼納 不過這樣就比較刻意的 但也看得出它不是麻木的抄古典的風格 而是有自己的innovation 教大家法文 這個lue就是水 而bubble就是for you to take 所以這裡的水可以飲用 它是來自那個湖 然後政府把水管放在這裡 大家就可以試試入內海泉水的味道 很清甜 而且它是一種瑞士獨有的礦物質 應該是少許鹹水 不是一般普通的冰川泉水 瑞士其中一種最signature的就是它裡面的天鵝 沙明水秀的地方 連養的動物都特別幸福快樂 而不見到它那種水的藍色 藍得很不自然 應該就是同本色的礦物質 和在冰川流下來的泉水 它兩個是水市最藍 和最低的一點 它的水流很喘急 所以也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如果你騎著一輛艇仔 一直流下去的話 你就可以留在法國了 看著這麼美的日內雅活思考人生 我現在什麼都不做 就這樣看著大盆泉水就消磨10分鐘 我想這份行程的日子 就是去旅行的過程才能體驗得到 讓大家出走一下 原來香港的返銷 希望我的旅遊節目 可以幫大家做到這個效果 下一集就和大家看看劇的旅遊景點 我是Fedric 拜拜